我們去舉辦一些可能像conference的活動 我們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就請舊松團三位我們跟大家分享 這個部分 好我們掌聲歡迎三位到現場 對謝謝 嗨嗨嗨嗨 哈囉大家好 嗨嗨嗨 我是舊松團的怡傑 然後這一位是沐約 另外一位是Tim Monk 那等一下會有我們來分享我們的議程 那麻煩幫我到下一頁 好可以點三下 因為我有沒有做那個 對 好我是會講說線上揪鬆是怎麼開始的 就是講我們這一年的一些活動狀況 那沐約的話他的主題就是從開源到開源 就是open source到earn more rice的部分 Tim Monk的話呢 他是我們線上揪鬆的導播 所以會從他的眼中來分享一下線上活動的狀況 好下一頁 好那首先講到線上揪鬆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揪鬆團是什麼 在G0E下面呢其實是有很多的專案跟社群 跟工作小組 揪鬆團是其中的一個工作小組 那麻煩幫我再點三下 第一項我們會做的呢就是雙月的黑客鬆 就我們每兩個月會辦一次G0E的黑客鬆 那這個黑客鬆已經辦了八年 所以今年已經辦了第四十一次了 四十二次了 然後這另外就是年度的主題計畫 就包含了我們臨時小學校 今年是做了一個教育科技相關的主題 那前幾年我們有做一個獎助金的專案 它是會發放三十到五十萬的獎金給某一個團隊或專案 讓他們去做成prototype 就是讓專案變得更成熟更可以demo跟上線 另外第三個 揪鬆團做得很重要的就是基礎建設 不管是HackMD的共筆系統 我們是用G0E就是我們有去跟HackMD簽約 然後有一個空間可以讓大家存放共筆 另外就是像實體的空間我們也有廚房啊 或者是辦公室會議室可以租借給不同的專案去做小鬆的聚會 下一頁 所以呢線上揪鬆是怎麼開始 就是從這個線上揪鬆的平台 那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在今年疫情開始發展 每次我們的黑客松大概會有一百個以上的與會者 我們一方面不希望我們停辦這個活動 但是我們又希望活動可以順利進行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這個活動辦到線上 那我們社群G0E揪鬆團的工程師Ronning 他就寫了線上揪鬆的平台 可以看到在畫面上面我們有YouTube的直播連結 可以直接嵌入在裡面 那右邊一個一個的就是不同的提案跟專案 另外我們還有就是上面可以看到自我介紹的部分 麻煩下一頁 這裡就是我們辦了兩次 那這個是第二版 就是在黑松第39次的時候的畫面 下一頁 那這就是剛剛講到的自我介紹 因為一百個與會者 我們要很快速的讓大家知道彼此的技能 或者是彼此的興趣的時候 我們就會使用關鍵字 然後通常我們會基本上請大家說三個關鍵字 所以在平台上面可以看到大家key的自己的關鍵字 然後也可以錄音 你可以自己講 另外一種方式呢 就是請Google小姐幫你唸 因為可能大家不想要露出自己的聲音的話 我們替代方案就是可以請Google小姐唸 好下一頁 然後講到像這一次的三密有用到的共筆系統 我們也是直接簽在這個視訊會議室裡面 所以你不用一直切換視窗 你就可以同時看到在會議室裡面的成員 然後是誰跟你一起在做這份共筆的編輯 都可以從這邊看到 下一頁 所以從線上活動參與者 我們其實把它分成兩個種類 第一個就是視訊會議室 真正會在台上發言 然後會跟大家對談的人 我們會把它加入視訊的會議室裡面 像是如果像語談會 語談人就是做談會的時候 或者是主持人啊 以及發表者就會在視訊會議室 那其他像是今天可能在台下的大家 是不會說話 就是不會真的來跟我們互動的話 可以用文字提問 那我們就會讓大家用YouTube去觀看 然後可能用chatbot 或者是一些slido來做提問 我們就分成這兩種 因此接下來我們就會講到直播的部分 下一頁 那在直播的話 以現在的技術 其實我們就加了很多互動 來讓大家可以黏著在活動上 第一個像是下面黃色字的部分 它就是我們做的一個即時比意 在昨天南美館舊松這邊的議程 我們有請了五位志工來做即時比意 就是他們在台下 聽到台上講的東西 立刻就打成英文 然後我們就把他們打成的句子 做成字幕簽在下面 即時去做翻譯 另外就是如果有看過一些影音平台 他們會有彈幕 就是大家可以聊天可以留言 那這些訊息都會像是 子彈一樣飛過去 所以它叫彈幕 然後如果你有donate 我們下面也會挑一些donate資訊 來促進大家更支持九松團的活動 下一頁 那一般我們會議室直播畫面可能會像這樣 就是有很多個與會者 可是你可能分不出來誰是主持人 誰是紀錄 或者是誰是什麼工作的角色 但是如果我們用了線上九松之後呢 我們可以去做排版 下一頁 就是排成像我們在 剛剛samee如果是用youtube也會看到類似的畫面 就是有個框框 然後有不同的與會者 甚至有倒數即時的功能 那這就是在線上九松這個專案 後來我們開發的另外一個功能 叫做究極家 下一頁 究極家主要功能第一個就是剛剛說的 像是排版的系統 它是直接在html 就是網頁上面可以去做編輯 然後去拉你要幾個視窗 你要幾個與會者的畫面 都可以去做排版 昨天我們也有一個工作坊 所以如果之後活動的影片釋出 歡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 線上活動除了單項的視訊會議室之外 我們其實在究極家這邊也有做一個 可以單項或多項的互動 比如說我可能想要做教室 或者是我想要做客服 其實用這個系統是可以用它的架構去寫出來的 那下面就是我們現在究極家的這個網頁的畫面 然後如果你搜尋究極家就會跑出來 好 下一頁 那它的畫面其實很簡單就像這樣子 右邊它就可以開始分割 我直播的時候想要用的場景是什麼 比如說我想要有現在是一個人的畫面 還是四個人的畫面 還是三個人的畫面 都可以透過這邊自己去調整 然後增加它的圖層 下一頁 這個是我們今年在幫總統背黑客松 做線上這塊活動的時候的一個功能 它就有點像客服一個求救的功能 就假設我今天是一個專家 那各組他們想要求救的時候 他們按一個求救按鈕 我可以看到這個面板上面有哪裡在跳動說 我要求救 那我就可以加入他們的視訊會議室 然後去跟他們做雙向的互動 所以這也是在究極家的功能裡面很重要的一項 下一頁 再來就是線上會議室的其他功能 這個是2D線上的地圖 謝謝 這是2D的線上地圖 那它其實有點像以前我們玩神奇寶貝去打道館的那種方式 用上下左右就可以移動到不同的場景 然後也會有NPC在那邊可以對話 那從這邊可以看到 左邊的話我們就是會做 可以自己去拉進很多的場景 所以假設我今天想要從A專案到B專案 我就是從A走到B點 那我就已經切換我的會議室了 這是我們希望可以最後 之後可以進行的功能 另外如果看右下角會看到這邊有一個 Ronnie 然後它上面有一個圖像 其實那就是他的視訊鏡頭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朋友打招呼 讓大家看到中之人的時候 你就把你的視訊鏡頭打開 大家就會看到你 那這個的話是 舊松團現在辦公室所在的地點 NPO Hub 他們進駐團隊在今年辦了一個亞太高峰會 他們就是用了這樣的概念 然後跟Ronnie有去討論跟學習之後 他們自己做的一個地圖 所以我的人物現在是在左邊那邊 他就是走到地圖的每一個地方 都會有一個攤會有一個展覽 可以看到他的攤位介紹 那如果大家眼睛立一點的話 可以看到中間這邊 那裡有一個行政院 旁邊站的就是我們的唐鳳正偉 所以那時候在做的時候 他們就後來把它畫得很精美 那這也是線上活動的另外一種呈現方式 所以最後我這邊要講到的是 在實體活動跟線上活動的比較 我自己會覺得可以分不同的面向來講 第一個就是前置作業 在前置作業的部分 實體活動其實大家可能都可以想像 我們可能要借場地 然後要拉網路啊 確認電力訂便當這些事情 可是在線上活動我們要做什麼 其實線上活動有很多 大家一開始想像不到的事情 比如說像今天 我們剛剛要遠端的講者 我們可能一兩個禮拜前 就要開始跟他們先做硬體的測試 確認大家連線的狀態 然後要跟他們約時間上線 即使是活動的今天 可能都要提早十分鐘 跟他約上線說 欸 今天你的麥克風 OBOK 連線有沒有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一開始沒有想過的 前置麻煩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時間跟金錢的成本 像剛剛講到可能會覺得 欸 線上回憶 我就是大家加入同一個會議室啊 為什麼好像成本比較高 但其實如果希望我們的 視訊會議要成功的話 我們需要可能有專業的攝影團隊 我們的畫質才會是好的 我們要去拉網路線 讓我們的網路是順暢 不會跟人家搶到頻寬 然後變慢或者是lag等等的狀況 那像今天的活動 我們還有手語老師 還有口译人員 同步在做進行 讓跨國的觀眾也可以一起參與 所以其實在這塊的話 我們的成本是更高的 然後那個串接的複雜度 會比現場活動更麻煩 最後我覺得有這樣的差異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這兩個東西的發展時間 實體活動應該是人類 有人類以來就有實體活動 但是現場活動可能是這幾年 才開始有的趨勢 所以其實大家也都還不太熟悉 那像實體活動的話 我們可能都知道 我舉手就是我想發言 可是現場活動 你要發言的時候 你可能是打字 或者是你舉一個小牌子 但那些可能都還沒有這麼直觀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說 當然如果在疫情期間 我們在台灣可以有實體活動 是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可是現場活動 確實也還是有很多可以發展的地方 像今天剛剛舉的一些例子 都是我們在這一年當中就生產出來的東西 而且是用很少的資源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們也會期待 在未來舊沖海可以做更多 跟現場活動有關的發展 然後可以開源出來 大家一起使用跟發展 所以我的部分就到這邊 那接下來就交給沐約 謝謝 謝謝一姐 所以 大家好 我是沐約 我今天主題是從開源到開源 所以第一個開源是開放源司馬的開源 然後第二個開源是開源解流的開源 放近一點 放近一點 麥克風 然後所以有一個問題會是說 就是現場舊松就是剛剛提到的 就是很多部分其實都是開源軟體的 那我們要提供這個服務給客戶的時候 就第一個問題就會是說 你要怎麼賣這個服務 然後這邊有點尷尬 因為我其實本來想說難得 因為疫情就是其他國家都很可怕 可是我們這邊應該可以實體聚會 所以我蠻想要跟現場互動的 所以我本來想做的下一件事情 是走下台下 然後跟大家進行互動 所以我現在不太知道怎麼樣做 所以我原本準備的下一件事情是這樣 我原本準備是說 我們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我們在現場舊松的時候 會需要常常跟客戶 潛在客戶見面 然後還需要賣現場舊松這個解決方案 然後我本來想要模擬這個程序 所以我本來想要走到台下 然後把一個筆模擬成一個軟體 然後看就是我們可以怎麼樣賣這個筆的程序 我還是想要試試看這件事情 我想要確定一下 現場有人有興趣嗎 因為現在大家很散步 嗨 OK 大家都緊叮頂目 好 你在剝頭髮 你不是在舉手 好 OK 那我就只好 有嗎 有嗎 在那邊 嗨 你好 耶 那我們可以 你可以上來嗎 我可以那個 就是 這樣我可以給你一個麥克風 對 鏡頭它不需要那個 我也有 OK 耶 感謝你拯救了 這個 因為我本來預期應該大家是排排座 所以我就可以一個一個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 我可以借你麥克風嗎 他很好 他很好 OK 怎麼稱呼 佩玄嗎 我這樣唸得對嗎 OK OK 超級感謝你 所以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我們其實是在賣就是軟體 可是想像今天不是軟體想像今天是一支筆的話 然後我是 你是賣筆的人 我是賣就是可能潛在會買筆的人 你會怎麼樣想要賣這支筆 所以我要賣給你嗎 我可能是會想要買的人 你會想要說什麼事情 我會想先問一下 你怎麼會來 對這個筆有什麼興趣 是平常有這個需求嗎 我平常其實會有筆記本會寫字 那這個其實就是你可以先書寫看看 就是比方說拿個紙 OK 對啊 你可以先試試看 所以喔 然後真的寫得出來 對 就是其實他 你覺得有什麼感覺呢 我覺得蠻順的 跟我平常用的幾乎一樣 OK 超級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佩玄 OK 謝謝 OK 所以其實 這雖然沒有套招 可是就是佩玄剛剛講的 其實是最理想的互動方式 就是另外一個可能會 通常會遇到的方式是這樣 另外一個可能會通常賣的方式 是說 哇這隻筆是藍色的啊 它很順啊 它很便宜啊等等 就你一開始在 跟潛在客戶一起接觸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強調說 你自己做的東西有多棒 多好的功能 比方說以現場就從偉利的話 假如我們跟潛在客戶meet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強調說 喔它有ABC的功能的話 其實它會是很關於我們自己的 可是Passion剛剛demo的 也是很理想的情況 其實會是跟 試著跟客戶engage 就是問他說 欸就是你自己有沒有 比方說你自己有沒有用筆 以及剛剛有另外一個還蠻好的嘗試 是直接用這個筆試試看 然後這個才會真的連結到客戶 然後所以這帶到我的下一張 然後也是對我自己來講 我個人就是影響很深的一句話 是說客戶其實真的不需要 一個0.25英寸的磚頭 他們需要是一個0.25英寸的洞 就是他們會買這個解決方案的原因 不是因為你的磚頭是用鑽石做的啊 或者是他有什麼很酷的科技 他會買這個東西的原因 是因為他需要一個洞 然後他可能需要這個洞 是因為他要掛一幅畫 所以你有兩種可以說話的方式 一種是一直在強調說 你的磚頭有什麼樣很厲害很厲害的功能 這個功能是運用人工智慧等等等等 或者是另外一個就是說話的方式 也剛剛是Passion剛剛demo的 是在問客戶說 你這個洞是要拿來做什麼用的 是要掛一幅畫嗎 是要鑽在什麼樣的地方 你擔心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它不太是關於我們跟我們的科技 也不是關於說這個技術很難 它比較是關於就是對方 對他重要是什麼 他的價值是什麼 跟他的情境是什麼 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引申到剛剛另外一個隱含的問題是說 假如你去問客戶 然後客戶他其實不需要一支筆 那怎麼辦 那其實就不成交吧 因為不然我們就會像是北車一樣 就是強迫推銷筆給別人的人 就是那個在可能可以是一種方法 可是對軟體來講它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是因為你會做一個專案是 其實是對方不要 然後你只是要收一個錢 對我們自己來講 我們就沒有累積一些有用的功能 除了拿到這些錢以外 所以長期以來是不太好的 至少對我們來講是這樣 所以回到就是這部分的主題就是 客戶到底為什麼 假如你是一個開源軟體的話 客戶為什麼要花錢買一個免費的東西 客戶買到的是什麼 客戶買到的其實是額外的服務 然後這個額外的服務的出發點 應該是要從對它有價值的地方出發 我想再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我覺得這個例子是 我假設原本台下會有超級多人 所以一定會有人 就是昨天或這幾天是搭商務場下來的 有人嗎 OK 現在這個母數太少 所以我本來想要做的另外一個嘗試是這個 就是我想要問大家看看 現在有人有任何人做過高鐵商務場嗎 OK 有一個其實人 OK 那等一下我回到你 可是回到你之前我想要先問問看 T-Monk 就剛好就是你在台上 所以你就強迫互動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你覺得為什麼要做高鐵商務場 又大又軟又舒服 所以你覺得大家是因為 比較大比較軟比較舒服 所以去花額外可能七百塊八百塊對不對 對 OK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個人真的有做過 你可以講一下 希望我可以聽得到為什麼你是這樣嗎 你講講看然後我試著重複 沒關係沒關係 你用我講的我看可不可以那個 Sorry 我還蠻好奇的會不會跟我的答案不一樣 一定會不一樣 還真的不一樣 我每一次搭高鐵商務場都是因為 我每個禮拜都要跑台北 然後我是買月票 我買的是回溯票 然後我上了車之後常常沒有位置 或者是我的筆電沒有電 你知道那個高鐵商務場每個座位是有插座 我對一個要開會的人來說 我會需要插頭可以充電 對 那至於他送的食物飲料或者是座位對我來說 都是不重要 是不重要的 所以大家我覺得 你可以稍微再留著一下麥克風嗎 因為我想要再攝錄 所以我覺得剛剛有一個蠻大的落差是這樣 就是有時候就是在這個process 你跟真正你要engage的TA有溝通是很重要的 因為假如不是真正的TA 我們就會去想像它的需求 比方說我們剛剛想到的需求就是 它可能就是很舒服啊然後有點心 可是真正的客戶就會說 一它沒有位置 二我們真的會用到有一些東西 可是我們不會用到另外一些東西 會用到東西是剛剛講到的插座 然後不會用到的東西就會是 不會用到的東西就是點心跟水對不對 食物對它會提供一些食物 OKOK超級謝謝謝謝謝謝你 OK所以這個是提到說我們真的跟就是 使用者互動的重要性 然後我本來還有幾個例子 可以讓大家就是練習 假如人多的話去討論說 為什麼你會用Uber跟為什麼你用星巴克 然後我時間現在好像還OK嗎 不太OK了 OK還好還好 這樣是 我自己嗎還是 全部OKOK那我五分鐘結尾 OK所以那這樣我的例子 我可以就是稍微點一下 可是通常我們在跟 就是比如說一個潛在客戶互動的時候 這些是我覺得非常有幫助的問題 比方說 以剛剛星巴克為例 Tmong假如是我潛在的客戶的話 我會問他這個 Tmong你上一次去喝星巴克是什麼時候 超久很久沒有去星巴克 OK那你上一次喝咖啡是什麼時候 昨天 昨天OK 是什麼樣的咖啡 你可以形容一下嗎 就是自己泡然後去買 沖那個濾泡濾掛的那個 你是會自己用濾掛泡咖啡的人 對 OK你可以告訴我 你泡濾掛咖啡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印象深刻 比方說你泡得很好喝 或泡得很爛的一次經驗 就是泡的當下的時候 那個味道會濃濃的飄出來 你很喜歡那個沖起來的感覺 所以先浸一下 然後會有什麼情緒嗎 就是你聞那個味道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溫暖嗎 還是就是你通常是 很定心 就是 定心 就是我要工作了 然後那個味道告訴我說 我要靜下心來準備要工作 所以像有點像是一個儀式之類的 對 所以對你來講 這個咖啡其實 你要 你會什麼樣的情緒下 你會比較想要去泡這個咖啡嗎 或是它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受 我的確需要咖啡音 就是讓我 就是比較清醒一點 然後帶清醒一點 OK 另外一個可以問的脈絡是這樣 你有沒有在泡綠掛咖啡的時候 想說 就是在那個瞬間想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比方說喝綠 因為你說的是咖啡音 喝可樂或綠茶嗎 這會是你的選擇嗎 不是對不對 咖啡比較 會 為什麼 呃 應該是氣味 就是 因為我其實如果認真講 喝水也可以讓自己清醒一點這樣 OK 但是咖啡的味道就是會讓我更清醒 OK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氣味 對來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對 所以藉由就這幾個問題 就是你focus在它上一次具體的經驗 你去比較它還有什麼樣的替代方案 跟就是很focus在情緒面跟就是行為的話 你就可以更進一步在很短的時間釐清說 你的客戶之所以選擇一個東西是為什麼 然後你可以更貼近的試著去了解說 它對它來講重要的價值是什麼 那這 呃 留到我們的最後一個是 我們今天不會講 可是我可以稍微點一下 是說 當我們已經確定我們的客戶 對他來講很重要的價值之後 我們應該要根據這些價值發展出 呃 呃 就是需要的服務 就是它應該要反映在我們的服務內容裡面 比方說 呃 可能對IBM客戶一個很重要的價值是 我假如買IBM的話 我就一定不會被file 因為就算那個系統壞了 我還是做了一個大家都覺得還蠻 呃 就是 我就是應該要買IBM嗎 我沒有在做什麼冒險 可是我假如買其他服務 可是服務壞的話 我的工作可能就不保 所以IBM帶來的價值 對那個客戶來講 可能是他可以保住他的工作 呃 迪斯奈樂園他們有很多的燈 然後燈有他們的燈泡 對他們來講一個一定會需要的東西 是他們希望不要有燈泡是壞掉的 根據這個價值 你知道他們發展的就是做法是什麼嗎 發展的做法是假如這個燈泡可以用兩年的話 他們在一年半的時候就全部的燈泡整批的淘汰 所以確定在他的生命週期 還沒有到很危險的地方的時候 就全部做到這件事情 這個就是根據他一個不同的價值 所採取的一個不同做法 這個做法在我們看來我們當然會覺得很浪費 家裡你可能不會這樣子做 因為有燈泡不亮是一個你可以接受的東西 可是對他們來講不是 所以有不同的做法 那另外就是大家知道其實台灣就是有一些防盜保全系統 就是你有時候會門口會看到他有一個就是亮亮的東西對不對 然後其實這些防盜保全系統他提供的價值之一是 你買了他的防盜系統 他做的東西就是他幫你保護保險 然後他在門口加掛那個東西 那他的好處跟一般保險不一樣的地方 是因為他在門口多放那個燈會亮的東西 所以他的失切率就比較低 所以他其實你可以說他好像沒有真的防盜 可是他其實實質上有做到他的效益 我猜我想要說的是說 根據很了解我們客戶使用的情境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情境底下找出對他有幫助的東西 這很有幫助的東西 不一定都是很酷很難的軟體功能 搞不好有些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可是他是有效的 那他會不會有效都是要站在對方的角度來看 所以這是我今天的分享謝謝 好時間緊迫來趕火車 好大家好我是T-Mark 那我的關鍵字的話是網頁後段的工程 知道我最近非常喜歡看書 然後太快了 喔對其實還有那個翻譯 然後我今天要講的就是我第三個關鍵字 直播導播 那直播導播我到底是怎麼開始 因為其實我是寫程式的人 然後我對直播其實就一部分的了解而已 所以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是在G0V 每兩個月的時候都會有大送 所以我就 我一開始去參加G0V的時候 就去當報道的那個人員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覺得還蠻好笑 然後就聽到突然有人說 就是說 欸突然就是大家都很想要幫忙 然後通常大家講說我要幫忙的DG 他說我可以幫忙報到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熱門的一個行業 這樣就是一下就是掃空沒有人要做這樣 所以我做了大概幾次之後我就說 我不要做報到我想要做其他 那個時候我就說那我可不可以做直播 所以我就一路從2018年就 減前後後都有在幫忙做直播就這樣做 那所以我大概直播了二十幾場的長次到現在 然後所以我到現在從直播 只會設定那個OBS的軟體 到現在的話我現在畫面收音跟鏡頭 大概自己都會做這樣子 那 Jowson Online 這個grouper 這個Text Force 就是工作小組 他的 頭兩次的直播就是在今年初 因為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所做的線上黑客送 那很有趣的是 大家可能想像說 做直播的話可能 那個電腦它會 如果很爛的話 第一個燒起來的地方可能是GPU 但其實不是是CPU這樣 因為它要負責把那個訊號 一直送到那個直播平台 所以那個CPU就要一直做解碼跟加碼的動作這樣 然後我們頭兩次的時候沒有買任何的設備 都是搬自己的桌機來這樣 所以我的那台電腦就很燙這樣子 可以煎盒爆蛋這樣子 那 可是這兩次的直播有一個大家 就是所有的人 有一個很大的體驗就是 覺得那個流程好順暢喔 就是可能有一個流程就是要提案 要分享大家自己的project 然後結果發現 喔 順暢超快的 因為通常我們上台的時候都會 插筆電 然後我們大家就要盯著我在那邊插筆電 然後插了之後發現沒有畫面在上面 然後就尷尬兩三分鐘這樣 可是在線上直播不會 就是換下一位就是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我們有幸就可以接到 去幫AIT他們去做 線上的conference直播這樣子 那我們就遇到 我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 當下可能大家都沒有感受到 有一個很恐怖的事情一直正在發生 但其實我自己心裡非常焦慮 因為導播直播就會聽到 那個麥克風一直收到重複的聲音這樣子 所謂聲音回收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從麥克風講出的話 現在這個喇叭出來了 這喇叭出來的聲音 又再被麥克風收一次又進去 然後就會loop 然後就會聽到那個 大家現在可能都會上線上會 會聽到那個聲音 然後就會開始變得越來越恐怖這樣 那為什麼你可以想一下 那為什麼我現在講的時候就不會呢 那是因為這支麥克風 它是動圈式的 動圈式就是說它的收音範圍 有效大概就只有這麼大而已 然後不會收到太遠的地方 所以其實如果我很急車 去把麥克風堵在那個音箱上面的話 大家就會聽到那個最討厭的聲音了 但是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就是買錯了設備 然後所以一直有那個收音的 一直回收的動作 但是很小 可是我一直想要處理它這樣 那 所以這個是我當時遇到的第一個噩夢 然後接下來我們去做中榮杯黑客松 那中榮杯黑客松給我的最大的體驗 就是做直播的時候 以前我們是線下活動 所以直播就是 那個鏡頭自己去做處理 但是 現在有線上跟線下需要整合 我可以稍微再談一下這個整合 整合就是 我在十幾年前在校園的時候 我跟一個老師在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們會分很多科系嘛 但是現在很有趣的狀況就是 我們如果要做研究的話 其實我們都需要走跨領域這條路這樣子 因為其實我們開始漸漸發覺以前我們所設的那個boundary 就是 我這個科系做什麼 我那個科系做什麼 大家都是各司其職 但現在漸漸的我們要去做一些整合的動作 那我相信現在政府各個部門也遇到這樣子的困擾這樣子 就是 這個感覺好像不是我的業務 可是又好像是我的業務 然後要一起來這樣 所以現在在做線上直播的時候 也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溝通整合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後來也就是去外交部做直播 那 可以談到一下就是說 那到底對觀眾來講 什麼的直播才願意留下來 其實就是不外乎三個 一個是內容 如果你本身請來一個就是非常厲害的人 那就是流量就會很多 那 再下來就是我這邊會處理的部分 就是畫面 包含版面設計 就是它的圖像整個呈現 是不是很夠直覺這樣 然後還有收音的品質 我們剛才也談到一個收音品質 要怎麼樣注意的地方 就是要買洞圈式麥克風 不要在那邊 就自己覺得很厲害 然後去買一個 其實不是量用的麥克風這樣子 好 那所以我們又 揪鬆橫有幸地辦了兩次的 線上黑客鬆之後 我們終於有好幾個疫情結束 疫情比較拘緩了 我們就變成縣下聚會 然後這一次的聚會結束之後 大家也有心得 那個心得就是什麼 就是 這個才是我真正想像中的大松 前兩次那個大松 是大松沒錯 可是跟我想像中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GinnyV的大松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一定要有食物 它是必要條件 它不是充分條件 就是一定要有食物 為什麼食物可以破冰 一起吃東西 然後食物帶來的快樂的感覺 讓我們覺得做這件事情 是更有動力的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回想一下說 那到底如果 所以你再回顧起來看 就會發現 整個線上線下的活動 其實是 會讓線上的參與者 經常是難以深度的參與 這樣 那這一次的例子就是 NASA的黑客鬆 在今年的中秋節 那我就遇到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我們的評審 基本上都是線下的 就是在現場 但是我們其中有個評審 是遠在美國的教授這樣子 然後他常常就會被 像是被排擠的小朋友一樣 而且他其實是Leader 就是 他其實是整個評審團的頭頭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被排擠呢 是因為 我只要 不拿麥克風 然後跟你聊天 他就拜拜了 他就被我Out了 可以感覺出來 我就是 很高興看到你這樣子 對 就是尬 就是尬尬這樣子 所以 可以想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去增進 這個整合的辦法 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唐鳳在 應該也是今年 今年初的時候 就是去用 他用遠距出席機器人 就是一個機器 然後上面有個平板 然後他的臉這樣 然後去參加聯合國會議這樣子 這也是一種 因為他看起來就像一個實體 然後他可以走來走去跟你聊天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是VR Chat 就是透過VR的方式 我最近還蠻喜歡去VR上面逛那個 VR他們自己設一個法庭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當律師啊 當法官啊這樣子 就要站在那個位置 然後講幾句話 你就有那種 好像我就在法院裡面的感受了這樣子 對 好 所以 接下來我後來就是自己一個人 就去辦直播了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現在大概都知道 那些技巧怎麼做 所以 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到底還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那時候發現說 你是不是曾經參加活動的時候 看到這種狀況 第一個 簡報無妨順利的撿上投影機 就在那邊插插拔拔這樣 然後上面的畫面還是沒有出來這樣 然後簡報要播影片的時候 播不出來這樣子 這一種很尷尬的阻礙啊 其實就是會讓你 讓你覺得 跟這個活動 有距離的一件事情這樣子 所以如果要能提供給講者 然後觀眾一個很自然流暢的參與體驗的話 這件事很重要的這樣子 那 當然其實 做直播啊 就不是我一個人的事情 其實還有很多 就是像 沐約 然後怡潔 這些人的一起 然後Ronnie 然後我們整個Joseon Online的團隊的幫助了 那其中我想要特別提一個 很有趣的工作就是主持人 就是 如果你們可能有看今年的金馬獎 就會發現 因為其實金馬獎 他們現在不會邀請主持人的樣子 他們就是直接請演員來頒獎 然後演員 就很尷尬這樣子 就是他們講笑話 反正你可以去看 你就會得尷尬癌這樣子 就是 非常的尬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 就是因為主持人比較會用麥克風 我曾經在一個場合遇到他們的 主席講話 他不會拿麥克風 首先拿麥克風是說你知道怎麼樣 拿麥克風 他的聲音是最大聲的 那 主席致詞的時候就講得很奇怪 然後 主持人自己 主席致詞的時候很奇怪 然後主持人就是講得比較好 然後懂得如何專長 然後 有時候會有很激動的觀眾在台下發了言 然後主持人就會 欸我再重述一遍你的講話 因為我知道 我現在手拿麥克風 你沒有拿麥克風 所以我要幫你 順便把聲音收給在現場看Live的人 這樣子 好所以 快要到結束了 所以深入直播台的工作 影像 所以其實對直播來講 最重要的就是要怎麼樣 均勻的把聲音跟影像分布給所有的參與者 不論是在遠方的人或是在現場的人 然後我就可以看到這個表格 欸那聲音跟影像 線上線下的觀眾講者 要看到什麼呢 哪一些是不要看到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說 然後接下來你就會發現就是 為什麼做一件直播這麼麻煩 是因為它把我們原先 預想的東西 拆得更細 然後就有這個矩陣 就是這個表格 然後有一些是要聽到 有些是不要聽到的 我舉個例子 我是線上的參與者 然後透過Google Meet進去 然後我講話 那我要聽到我的聲音嗎 就是我講話 然後聽到我自己的聲音 在麥克風出現 不要嘛 對不對 然後就是這些 所以這裡面都會填要或不要 然後你就要去注意這些東西 然後你的線就會簽了很多這樣子 OK 好 最後的結尾 所以我前面這個 就是只要跟大家講說 做直播很麻煩 所以我要趁這個機會 要感謝一下今天 我今天知道這一場是米卡直播嘛 對不對 米卡 米卡影像 所以希望給大家 幫大家給鼓勵這樣 謝謝她這樣子 做直播真的有點麻煩 這樣子 OK 所以回過台我們的初衷 為什麼要做直播 像今年的話 就是我幫開放國會他們做了 大概快五六長的直播 那為什麼要做呢 是因為我們知道 因為因應疫情 我們更覺得除了 不只是因為疫情啦 更是因為我們覺得 除了公共政策 我們最後只有看到最後的決議 或是那些KPI之外 我們認為過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我們要直播 那為什麼要直播 以318學運為例的話 其實在318學運的時候 當時在立法院裡面有人傳出說 裡面有人被警察打 那外面的人聽到沒有看到畫面 就很想要擠著進去這樣子 但其實事實上裡面是蠻和平的 那後來如果我們遷起了網路線 然後開啟了直播 外面直接放那個布幕 然後放投影 就直接看到裡面的狀況很和平 我們就會放心下來 那個緊張的狀況就會降低很多 那在323的時候 他其實是有一群人 就決定要去佔領行政院 那這個過程 就比較悲傷一點了這樣 因為會發生很多流血的衝突這樣 所以有一群人 他們蒐集了一堆行動電源去做直播 這樣一路走過去這樣子 所以有做直播的那一側進攻方 警察跟我們 跟那群運動的人士 就很和平 可是沒有直播的那一邊 就是發生流血的衝突 我們知道人在有攝影機 跟沒攝影機的狀況之下 表現是差很多了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會需要一套 降低混亂促進溝通的系統呢 就說online是一個solution 那這是因為我們可以 從直接的直播上面 一起感同身受 然後如果也可以在那邊 貢獻一點心力的話 也許直播上面發生的事情 是會因為我的一些貢獻 而有所不同的結局的這樣子 所以那個就是一個 直接的認識 就是我在直播上看到的事情 我就知道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然後我共同參與 然後我不論可以 我一樣可以在地一起經營 我也可以遠距跟大家一起經營 大概就是這樣 謝謝 好 那我們非常謝謝九松團 跟我們的分享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現場的講座 那我們等一下還是會以slider為主 然後如果說現場觀眾 有要提問的部分 我們等一下也去看看時間的部分 如果允許的話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那其實九松團 它整個進行的過程 它也是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線上線下 我們以前都會覺得說 好像一個人對一個人之間 其實沒有太大的複雜性 但是當然我們需要 面對非常多人的時候 它其實會衍生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看那個slider這邊 那個有人在那邊 say hello 散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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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主要問你 請問 Jimmy 黑客松又稱 食物黑客松 當實體松變成線上松 食物是否也有呈現的形式 OK 沒有 我們那時候其實在第一次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件事是 現在的sns上面是可以放hashtag 雖然大家都亂用這個hashtag 但是hashtag我們就有一個 比如說 G0V Hexon 38屆 那我們就鼓勵大家 如果你是在家 你就拍你桌上的食物 然後上這個hashtag 我們就可以到時候 借這個hashtag去搜集 大家在家吃了什麼 比如說有人他就是中午去吃咖哩飯 唐鳳那天點了一個pizza 或者是有人在吃炸雞 自己買了一桶拿玻璃 這都是另外一種 遠端一起吃飯的方式 你是說我現在可以搜尋一個hashtag 就會有那一次的食物照片 他如果是public 你就可以看到當時 就是有上這個hashtag的人 他們那天吃了什麼 好 那我們現場的觀眾朋友有想要提問的嗎 那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我們之前有大概想過幾個問題 就是想要問一下 揪鬆團的部分 就是其實我們知道揪鬆團的 舉辦的方式非常的特別 那我們想要知道說 這樣的一個舉辦的過程 會發生什麼樣有趣的事情 不知道誰要先回答這個問題呢 你說剛剛問題是說 就是一個比較有趣的經驗 就是會覺得說跟 可能舉行的過程中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件 好 那就拿AIT的那個NASA黑客松為例 就其實在這個活動前我們有預錄 就因為是中秋節 然後反正就是都會有 掌官致辭的這一塊 那我們為了要讓影片有趣 所以其實我們提了一個很荒唐的提案 但是它後來實現 沒想到實現 沒有下失誤 就是我們 如果大家有看前陣子的某一部電影 它其實就有一些時間逆轉的一個梗 然後我們就是 有點在月餅裡面包了一個紙條 所以他吃紙條就會 吃月餅最後就會拿出那個紙條這樣 然後我們就讓AIT的處長做了這件事情 我到現在還是覺得很荒唐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其實可以搜尋一下 可以看到那個影片還蠻有趣的 好像有一個問題 線上有一個問題 我們提到說線上活動好像比較貴 為什麼 因為這樣聽起來有點違反直覺 所以看跟什麼比 就是有時候線上活動也超級貴 可是線上活動會有一些成本的地方 會是剛剛提到說就是看 其實就是你會想要什麼樣的品質 比方說假如你想要一個非常穩定的網路的話 那就會有一個簽網路的費用 然後因為這個活動是 其中一個網伴的話 我們會很確保說那個連線不能斷掉 所以會有很多事先跟講者協調的地方 然後每一個東西都是順過 流程每一個東西都是順過非常非常多遍 這邊可以補充一下 譬如說今天總統要來這個場地 在實體活動 他就是跟著保鏢一起走進來 隨乎啦 隨乎一起走進來 講完他就走了 但在線上活動 如果希望總統的那一段不要斷掉 通常會採預錄的形式 那這時候就會是一筆支出跟時間 因為那成本其實包含時間跟金錢 你就必須要有一組人馬 在可能活動的前一個月 就要開始跟總統方溝通說 我要拍影片 我的腳本是什麼 你通過了我才派人去拍這個影片 那其實這一段的時間跟成本是蠻高的 尤其我們通常辦活動都還蠻趕的 可是線上活動就變成 我們自己為了要讓活動秉持好的時候 就會希望他的準備期是夠長 然後可以去做這些反應的 我想要補充一下這個問題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 想像的實驗就好 就是 我今天如果要好好聽一場演講 然後要當一個好觀眾 就是守規矩的觀眾 我就會 比較發出奇怪的聲音這樣子 但是在線上活動的時候很有趣 就是 如果我沒有關麥克風的話 我就會一直聽到對方的扎音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要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為什麼辦線上活動會比較貴 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那一種 共同的意識知道說 我現在是以線上的身份參加的時候 我要怎麼樣配合去一起經營這個活動這樣子 那 可是我們線下活動的時候已經非常有經驗了 就是有問題請舉手 我沒有跟你講你也知道要舉手 但是如果我在線上的時候要舉手 然後所以有很多東西是我們 呃 不只是 不只是 費用很 counter 呃 違反直覺 其實 呃 整件事情是因為大家不熟悉 所以很違反直覺 所以變得很貴這樣子 有很多中間的眉眉角角這樣子 像昨天 很快速的講一個例子 昨天我們在無緣也有一場議程 投影機就燒掉了 那就是一個很昂貴的費用 所以 這算在我們頭上嗎 反正就是總是要人負責這件事嘛 那他就燒掉了 對 就是整個流程都是非常違反直覺的 你會覺得你應該會 就是會聽到什麼 可是其實他是要有一些功夫 去讓這件事情 working的這樣子 對 OK 好 那今天我們非常謝謝 舊窗團跟我們分享這麼多的經驗 那我們 熱烈的掌聲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Kiam